我們在民主自由人權的台灣 我們在民主自由的國家 在這裡享受早餐 在這裡欣賞台灣國際級的美麗建築 台北101 在這裡欣賞我們民主台灣希望打造的國際的台北 在這裡欣賞風景 真的太漂亮了 很美 如果你在台北生活 應該來這裡吃一次早餐 如果你是生活在民主台灣的 台灣全國的其他縣市 也可以來欣賞這一個 我們台灣世界級的美麗的建築 台灣國家級的建築 我常常這樣想 如果一個政治人物沒有這個破例跟決心 想想當時這個興建台北101 需要多少的這個財務的規劃 需要多大的破例 多大的解決問題的能力 要多好的團隊才能夠完成 不會八連的一事無成 這個所以我們非常的欣賞 尤其是我們台灣的陳水扁總統 尤其是還有他的行政團隊 尤其是陳水扁總統 在能夠把這個還有很多的這個行政院的院長 能夠還有交通部還有各個部會 能夠全力的配合我們國家的建設 完成這個世界級的建築 台北101真的是太棒了 我們用事實跟例子來證明 一個政治人物的他的能力 他的魄力 他的台灣民主國家的角色定位 都是最清楚的 祝大家平安快樂幸福